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的聪明人懂得趋利避害 即便遇到棘手的事情 也能够巧妙地躲开或者化解 让自己全身而退 旧爷爷是一个聪明的商人 还是上世纪90年代 就在县城开饭馆赚了不少钱 但是他的人生路却不是那么平坦 旧爷爷还小的时候就被人领养了 后来因为旧爷爷常常生病 被退回来了 因为家里兄妹多 旧爷爷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 何大人到工地里去卖苦力 因为年纪还小 旧爷爷总是受欺负 工钱也比别人少一半 上个星期六 拜访了旧爷爷 他说了自己的一些人生故事 让我领悟了不少道理 总结起来就是 真正的聪明人 从不做以下四件事 避免惹是生非 一 不触动小人的利益 和小人保持距离 在一段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都知道交友的重要性 交对了好友 一生顺遂 交错了 会成为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俗话说得好 出门靠朋友 但如果为了所谓的合群 就烂交朋友 这则会危害自己一生的路 就像有人说 优秀的圈子会拯救人 好的朋友会成为一种动力 互助你成长 蔡根坛里写道 路径窄处 留一步与人行 滋味浓食 减三分让人尝 此时涉事 一级安乐法 这句话是意思就是 在小路上走 要留一步给别人通行 美味的食物 要留三分给别人品尝 这是一个人处事的好办法 旧爷爷说 一个人得罪谁 都不能得罪小人 而且要学会让着小人 因为得罪了小人 就会麻烦不断 别人会想发设法的 来破坏你的人生发展 干扰你的心情 如果你给小人一条路 那么小人就会慢慢走远 而不是停留在你身边 总是纠缠你不放 得饶人处且饶人 小人坏事做多了 总是会被抓到把柄 但是你要见好就收 旧爷爷刚刚 开饭馆的时候 有一个在街头混的烂仔 常常来混吃混喝 也不给钱 旧爷爷没有管他要钱 只是把所有的账目 都记录好了 后来这个烂仔 在家人的帮助下 开了一家服装店 也算是改邪归正 但是很多人见状 就去服装店 讨要以前烂仔欠的债务 让他无法安心做生意 把关系闹得很僵 也有人怂恶旧爷爷 去服装店要以前的饭钱 结果被旧爷爷拒绝了 绝爷爷说 别看他现在是做盛事 也许服装店开不下去了 他还是会回到烂仔的状态 何必为自己留下隐患 果不其然 烂仔的店铺 因为持江凌弱的经营模式 导致混不下去了 关门了 很多和他结案的人 遭受了各种纠缠 直到烂仔结婚了 去了广东打工 这条街 才回归到和谐的状态 小人一般就是 小错不断 大错不犯 让人防波胜防 还是别的最为好 如果小人生计为罪犯 那就应该极力打击 人是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 总是要学会人的本领 遇到小人 要分情况来对待 君子讲道义 小人讲势力 君子爱讲正理 小人总说歪理 跟小人纠缠 不仅会耽误了重要的事 因小事大 百害而无一利 真正的聪明人 会主动远离小人 小人就是小人 从骨子里面和本质上来讲 想让它们改变是很难的 如果和小人交往的太密切 小人就会抓住你的一些问题和弱点 狠狠地收拾你 所以对小人不可深交 德国著名哲学家 尼采曾经说过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 亦会成为恶龙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将回忆凝视 为何与小人纠缠 往往是有九叔 因为你试图以礼服人 而小人最不讲的就是道理 你再怎么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他也只会胡搅蛮缠 你越纠缠 就会输得越惨 和小人纠缠 即使表面赢了小人 实则却输了自己 二 不贪图 哄爱的感情 避免纠缠不清的爱情 这一生 我们不可能 只对一个人有好感 也许会对有些人动心 可人不能贪心 如果不懂得珍惜 眼前拥有的幸福 就会失去一切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每个人都可以 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 找借口 但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没有人会陪你一起圆谎 有些感情它非常吸引人 也会让人心生向往 然而 你身边的 已经有了爱人 也有了自己 应该承担的责任 再心动也要克制 自己的感情 就算是无奈 也要坚守自己的初心 舅爷爷开饭馆有钱了 也就交往了很多有钱的人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和舅爷爷一起的人之中 也有好几个人 有了婚外的爱情 有的还离婚了 但是舅爷爷坚决反对 这样的行为 要知道 夫妻同心 极力断金 如果夫妻不和谐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人生的事业 也许就因为离婚 导致一塌糊涂 假设就爷爷离婚 这个饭馆就开不下去了 因为夫妻二人 要做很多事情 要分工协作才能赚钱 耍了谁都不行 其实婚外的爱情 多半是因为看中了钱 并不是真爱 但是得不到的人才是最爱的人 才是天天思念的人 这样的烦恼会导致一个人心神不宁 做事没有积极性 虽然没有天天纠缠不清 但是精神上是纠缠的 心情是纠结的 对人生发展没有好处 三 不触碰违法乱纪的事 保持人生的干净 开饭馆也能通过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 来获取更高的利润 比方说把一些珍稀动物拿来做菜 从中获得非法收入 给菜取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 迷惑别人 让别人上当受骗 但是旧爷爷从来都没有这样做 他的菜名名字很普通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菜 分量多少 旧爷爷说 在十年前隔壁的一家早餐店 把一碗面都卖到了几十块 就是因为熬烫的时候 用了珍稀动物 但是事情很快败露 被抓了 还蹲了几天大牢 做人要干干净净 越干净越高贵 聪明的人从来不会很脏 总是做明白人 做明白事 给人的印象是靠得住 讲诚信 干净在我的理解里有三层哈义 一是指整洁干净 不邋遢的外表 二是指出于泥而不染 高贵而纯净的内心 三是指不费尽心机 扩充自己的圈子 有两三知己 大家一起相投 人活着一辈子 不一定要荣华富贵 也不一定要生命远扬 但一定要活得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那些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的人 终究恶由恶报 四 不议论别人的长短 避免活踪口出 红衣法师说 凡一是 而观人终身 纵却见识文 不可夺口 凡一语 而伤我长厚 虽闲谈兮兮 甚勿行言 人们每天所说的每句话 做的每件事 都会在一些事件当中 起着不小的作用 我们经常被教育着 生活中要注意 谨言慎行 因为很多事情的成败 都是在人们的说话上面 俗话说得好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也许你的一句话 只说有心之举 可是听在别人的耳朵里 有可能成为了 另外一种意思 就爷爷说 一个人年纪越大 越懒得说话 一不留神就说漏嘴了 就带来了麻烦 有意思 就爷爷去三家 小学同学聚会 大家都非常开心 就爷爷喝了一点酒 话就多了 同学庆春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来参加聚会 明眼人都知道 庆春是没安好心 抛弃了在农村的贤惠妻子 就爷爷看不过 就朝庆春骂了几句 大概意思是 希望庆春好自为之 别破坏了家庭 时隔两个月 庆春真的离婚了 就找到就爷爷 骂就爷爷是乌鸦嘴 因为有人来犯官吵架 导致就爷爷爷两天 都没有做生意 损失了前世小事 关键是自己的名声坏了 被一些常来的顾客知道了 都觉得就爷爷 不是一个好人 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当然因为这件事 就爷爷也失去了一些常客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一个愚昧的人 才会乱说话 聪明的人才不说 无论是生活中 还是工作中 使得别人的话 尽量要少说 因为有的事情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也许他们还有 另外的隐形 如果你在没有了解 完整的事情经过之后 就轻易的去进行判断 甚至是去指责别人的话 很容易给别人的生活 造成麻烦 同时也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说指责的话要少说 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用自己的心去感受 以便更容易的分辨出 是非黑白 少说多做 人生才会取得成功 如果只是信口开合 那么就会与人结怨 还可以以讹传讹 把一句话变成谣言 真正的聪明人 从不做以上四件事 如果做了 要及时改正 减少麻烦和损失 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都要经过思考 别莽撞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